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似乎每一片绿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抖 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这里就是巴金先生笔下的鸟的天堂 经过了四百多年的繁衍生息 如今数以万计的鸟雀在这棵独木成林的大荣树下栖息 鸟咧 都躲起来了 没关系 如果你想了解它们 我们还有这个神器 我们世界公园范围内的这些野生的鹿鸟的品种 非常的多 为了去保护它 我们就投入使用了这套野生动物监测系统 野生动物监测系统的一个使用 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一个生态保护的能力 和一个管理水平 将这些监测的数据用于一些科学研究 用于对它一个鹿鸟的研究和保护 是为我们未来打造一个智慧师弟 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网站和支撑 智能化监测系统的建设 无疑是给可爱的鸟儿们支了一张隐形的安全网 而随着5G技术的发展 将会有更多的高科技 为生态保护赋能 我们也可以和鸟儿们更加和谐地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好了 今天的游山玩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接下来我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由于来之前向中央一致会校园系统 提交了申请 我顺利地通过了炸鸡 小麦你好 是的 今天我们班的孩子就交给你了 没事 你就放心地去出差吧 辛苦了 好嘞 拜拜 拜拜 今天我要来给八年三班的孩子们 上一节语言课 大家好 爱大腿 我们今天这节课的主题呢是叫做 语言艺术 那什么是语言艺术呢 你们也不知道 来 这位同学 来 这位同学 就是关于联剧 语言论和演讲和放松之内 五级课堂是智慧校园的一个部分 我们全校呢现在的每一个课室都是一个录播室 录播室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直播和录播 家长们通过直播能够随时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情况 其他同行通过观看直播 他们可以进行各个学科的融合 学习到自己有益的一些教学理念和方法 它是一个伴随式的评价和学习的一个必要的一环 虽然呢在这儿只体验了半天的教师生活 但我已经深深的爱上了这里 在云计算虚拟化技术和物联网的大背景下 学生们的校园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老师的教学也更精准 学校的管理更便捷 家长们也可以更安心了 未来以来 吴记家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精彩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